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概两个小时之前 三个小时吧 到 美国总统白宫在白宫发表了这个记者会 他原定是三点 结果下午三点半他才开始开 整个开了大概一个小时 15分钟是20分钟 那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召开这种记者会了 但这一次的状况原来我们看到都是中美贸易协议 那现在这一次是他处理美国自己的问题 那我个人的感触满满深刻 他宣布了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这不是他第一次宣布的 但是呢 这一次的紧急状态呢 原来的概念呢 跟这个概念不太一样 原来他宣布包括这个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 为了建那个墙 防止那些难民跑过来 偷渡来 然后他采取了一些技术上的手法 宣布进行紧急状态 这回不是 这回是他 美国真的是在紧急状态下 因为他已经有48个州都出现了病例 只剩下两个 那他现在的染病人数呢 应该接近了1700人 死亡人数最新的是41个 那41个1700个死亡率蛮高的 那他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状况 另外一个 正是因为疫情在美国的扩展呢 也就造成了美国股票 股市的这种剧烈的动荡 这种动荡超过了2008年 而他这个所谓 所谓这种危机的幅度呢 跟1987年的概念类似了 所以是1987年以来最特别的 那我个人看他整个过程了 所以下午就没有做节目 一直等他做完 那比较突出的 注意到这个时间是下午三点半 他开始开新闻发布会 如果你要注意这样子 你会发觉 股票利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大概涨了1500点 赵琼斯涨了1500点 最后他的收盘将近是2000点 增长了将近98% 大概是 这是他刚刚开始说话的时候 等到说完 这是三点几嘛 后来他涨到9.9% 这是700多年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 给我的印象蛮深刻的 我们讲他股票是这样的 几乎他们都涨了9% 9%是9.5% 那只有这个Rasser是涨了7.5% 他随着他开始讲话 那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就就下跌 你看到了 看到股市它随着很有趣就开始下跌 当他宣布完紧急状态之后 他又宣布说从国会从国家拨款500亿美元 然后就是他就开始要采取什么样措施 在讲述了采取措施之后 这股票就开始往上走 往上调了走 你可以看这个时间都可以看出来 然后这是一开始往下跌 然后又往上走 非常的给我的感触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奇妙 就是说市场就是整个投资者在如何解读川普本身所拿出来的方式方法 所拿出来的这些决策呢 他们都是相互自由的 也就讲说川普得有真本事亮出来 他拿出的东西得说服 得告诉这些投资者 他拿出的东西真是那么回事 真是个东西 而这些投资者也在他们的角度里也得认为 川普这东西确实是OK 我能接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在中国的社会中你不可能看到 那他牵扯的钱财 那可不是一个亿两个亿 不是那个概念咯 你可以看到陆续开始回升了 他不是那个概念咯 所以这是伴随着他在演讲的过程中 股票股市出现的改变 这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那权利者他左右不了市场 他又可以左右市场 他左右不了市场 也就是说他拿出来的东西要被整个投资的环境 投资人 普通的人去接受他 接受他 你说他是左右市场 还是市场左右他 这是很难说的 很难对比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人 其实两方 双方都是等同的 双方的地位是一样的 双方的尊严是一样的 谁也不拥有谁 那但是呢 又相互联为一体的 因为他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所以这是给我感触非常非常深刻的 而他在他的背后 那个是他的副总统 另外这个是卫生部长 所以他在宣布他的这个紧急状态之后 他背后带了大批的人马 你看这股市开始往回跑了 他后面带着大批的人马 这大批的人马包括谁呢 包括谷歌的人 包括国家紧急状态下疾病控制中心的人 包括沃尔玛 Target 这样大的 就是美国大型的照顾着普通民众的零售商 同样还包括了一些银行的代表 另外一些公司我个人不是很熟悉 但是呢 他都是跟民生直接相关的 跟民生直接相关的意思就是 那在这种大的疫情之下 人们的吃喝拉撒睡 人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活动要得到保障 那他要他也就说作为行政机关 跟私人企业之间 他要相互协商相互沟通好 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力量 然后他一会儿又让那些所有与会的人 各自都当着世界媒体的面进行表态 那你其中大概是Target就讲说 Target是美国的一个大的零售商了 他讲说在过去我们都是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相互的竞争者 他跟沃尔玛是竞争者 但是今天在国家整个国民遇到问题 遇到这种病毒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是议题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我个人角度来讲 我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氛围 一个环境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后来他最后就是一直往上冲了 你看这儿就没有再停了 一直冲到大概2300多天 我忘了他避世的时候是多少 反正他就是往上冲了 那作为对比 你不能不说中共体制和习近平本身 如果按照任大炮的说法 确实是个小丑 如果你对比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对比 当一个国家遇到了巨大的自然灾难 遇到自然挑战的时候 那作为这个国家的leadership 作为国家这个领导 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呢 是反正 是蛮特别蛮特别的 那我给大家 我给大家放快了 你可以看看 这是你看 这是你看到他在讲话过程中 跟记者会的过程中 他股票的改变 这时候已经进入记者会了 放完了 这是最后进入记者会的书 你可以看一下股票是 是什么样的 这是标准普尔 这是很有趣很有趣的变化 那股票的变化 市场的变化 那这是在反映出 整个美国人 整个美国社会对川普的 这种接受的程度 对他宣布 现在宣布这个 国家紧急状态之后 他所拿出来的政策 他所拿出来的方式方法 他拿出来的政策 人们解读了将近两千点 最后结束了将近两千点 所以这是我才说 为什么相比之下 如果对比习近平的话 那真的是垃圾 那真的是共产党是垃圾 你看到的 这是活生生的人 这是每个人 每个人不同的患者发言了 这是活生生的人 这是真实的状况 那记者们呢 也真实针对他去 去提一些相应的问题 所以 感触相当深刻 那在这种背景之下 你 怎么说呢 就应该讲说 美国社会在面对这种 疫情的挑战呢 应该是不是问题的 应该是很自然的 就跟大家分享 比较简单内容了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具体回答的问题 你比如说像回答这个 有关疫苗的 有关这个测试的问题 记者们追问他就是 是不是每个美国人应该 都应该有机会测试 那他自己也明确讲说 没必要 这东西没必要 他引用的数据呢 是韩国跟中国的数据 他说是引用了中国的数据 韩国的数据测试是4% 100个测试的人 有4个人被确诊 对不起 有4个人被确诊 所以他强调的是 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 为什么使用中国的数据呢 那他确实在里面 他没有 没有任何贬低中国的意思 那其中有问到赵立坚的 赵立坚的那个 说病毒是美国军人带来的 那他用很面世的一种 态度去表达 我在另外一期一期节目中 会跟大家讲那个问题 其他的问题都是 他这个 美国自己本身的问题 这是 《苹果日报》报道 拨了500亿 一个星期之内 可以做好140万盒试剂 下个月可以达到500万盒 应该讲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呢 是滞后了 那而且现在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美国有可能成为欧洲之后 一个爆发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个时间的这种背景之下 每个人不用都接受测试 有病 有病症的人才接受 然后他就被人家问到说 你跟巴西的总统有碰面 然后他讲说 巴西总统已经测试了 应该他没事的 然后他就 他说 那你测不测 他说我不用测 他坚持不测 就是说 很具有个性 很具有一种特别的说法 就是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要这么讲 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他那种不在乎和充满了信心呢 你可以如果对比成习近平到武汉去的那份小心翼翼呢 我觉得对比挺鲜明的 无论怎么样 他有自己的宗教 死亡对于他来讲呢 他似乎觉得很 很无所谓 在西方 在欧洲 在北美都遇到一些问题 特别是年龄大的白人 他们对死亡 他们就说 那上帝让我走了 就走了 是一个很玩笑的态度 面对死亡 从来没有看到 中共中国人 大陆人 对死亡最惧怕 你可以看到 那种感受蛮深刻的 那习近平身上就表现更加的 更加的明确 所以这是他强调的 他也认为风险很低 给予了卫生部长相当大的权力 而且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很多限制被取消了 统筹医院 诊所 医生 研究机构 对付疫情 撤销了某些联邦政府的限制 可以很快的发出牌照 调配政府的医生 以及病床 另外呢 因为疫情的问题 他把学生贷款的这个利息的问题 就给宽免了 会怎么样 是另外一回事 那面对现在油的价格极低 对吧 就是暴跌了 几乎就bankrupt 那面对这种情况 他说呢 让能源部下令呢 去购买油 大公司的油 大规模的买油 作为战略储备 这是他提出来的 然后他在里面 他讲述了他不接受民主党提出的方案 有关面对疫情的方案 除此之外 另外一个总监 这是个女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 美国将会出现更多的个案 但他赞赢呢 赞扬呢 川普政府呢 川普的紧急这个 紧急状态呢 打破了很多障碍 他也认为很有信心 那目前呢 大概1700人死了 41个 那只剩下叫什么 艾德荷娃和西维基尼亚州 没有事情 这是台湾的自由时报报的 那他在报道当中呢 各个媒体都有测试不同了 就是测重点不同了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给予了联邦 跟各州地方的特殊的权利 授权成立 各州要成立这个 叫紧急抗议中心 他承认 目前的这种测试资源不足 一个月之内可以提供500万 但他不希望每个人都去测试 他觉得你每个人测试呢 他当时是那么说 你每个人都去测试呢 你把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呢 就给耽误了 你占用了资源 我们资源呢 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也是他自己 不去测试的理由之一 他认为没有状态 没有状况 我听他的解释就是说 你有状况才去 你没有状况不要去 那尽管宣布了这种紧急状态大转弯 但令人们感觉的呢 就说川普依然不回避 跟出席记者会的企业的 这些CEO们相互握手 川普根本不在乎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种场面 他不像那些其他人循规蹈矩的 就说OK 我们就碰碰手吧 或者我们鼎鼎走吧 或者和和时吧 他都没有 他就直接还是握手 所以这在一个公共场合下 作为国家的领袖来讲 而且现在很多领导人出状况来讲 他就显得非常特别 因为在推特上 人们去表现查尔斯王子 就是英国的查尔斯王子 在他昨天是前天 下车的时候 跟在另外一个环境中 接他的人刚要伸手握手 他也刚要伸手 我突然撤回来 俩人就乐 然后就 所以就是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卫生部长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这我们刚才讲过了 在记者会上圣赞了川普 认为呢 还有一段时间要走 会出现很多的病例 但最终会结束的 针对他 与确认者曾经接触过 而没有检验 他说 他说我没说我不会去检测 我很有可能去检测 但他没有说出时间 他表示自己没有任何症状 那网上呢 推特上有一个说法 是川普的儿子 川普有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在说呢 说他进行过测试 测试的结果是阴性 但在这个问题当中 记者直接问他的时候 他承认还没有测试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另外一篇报道的内容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说那句话 给我的感触 这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一个正常人的国家 一个正常人的政府 他所表达出来的态度 和那种魄力 所以美国确实美国 确实是美国 你可以看到 在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国度里面 他不一定会把神永远放在嘴里面 但是呢 他对生命的珍惜的态度 和一个作为国家元首 国家元首 他负责任的态度 他负责的态度 用的都是具体的事情 我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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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什么计划 那我现在出了问题 问题在哪 我的试剂不够 我测试剂不够 你跟我说也没用 我现在我自己也做不出来 对不对 那已经没用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不会去装假的 他不会去骗人 而在整个记者会上的另外一个概念呢 就是给我感触蛮深的 后面的所有的人 大家看到的后面的所有的人 全轮流发言了 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 他川普自己讲 我不知道 谁谁谁来答 我不知道 谁谁来答 他自己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因为这个事不归他管 下面有具体的官员 具体管事的人归他们管 里面包含着信任 包含着责任 包含着一种 大家各居其职 行使自己的权利 更包括的是一种尊重 他尊重跟他与会的所有的人 他不会代替其他人的角色 那一份真正的承担 和权利的给予 这是我说 相比之下 习近平就是任大炮嘴里面的 脱了尿布湿着 穿着新装 非要当皇帝的小丑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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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